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说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然后他看见了耶路撒冷的城 他就为他哀哭 为什么哀哭呢 因为耶稣预先知道 接下来耶路撒冷这个城会遭遇些什么 而那些事情其实当事人搞不清楚的 过了几十年之后 圣殿被盖起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 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有一个历史的事情 就是暴君坟城路 罗马的一个君王 把耶路撒冷整个给烧 整个给毁掉 那些事情当事的人不知道 在那里还很欢呼地站在那里 说耶稣基督来了 哇 那个弥赛亚来了 哇 那个和三大和三大 他们搞不清楚 但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是 他看到这个城就想 哇 我知道 过不了多久 多少年之后 这个地方其实是会被整个坟烧掉 那个罗马真的烧烧了很久 整个城被烧掉 然后大家也许看过电影 或者是看过这样的一些书籍上的记载 那个暴君把整个城都焚烧掉 耶稣预先知道 有一天我自己在安静 读圣经默想的时候 就突然想到 哇 我好庆幸 我不是先知哦 你知道什么叫做先知吗 就是比别人先知道 他预先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一些人很有这样的恩赐 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会讲知识的言语 会有讲智慧的言语 会能够用祷告服侍别人 说你要注意些什么 安慰 造就 劝勉别人 我就好羡慕那些有先知恩赐的那些人 他们可以知道很多以后的事情 好像会算命一样 但当我读到这里 我就觉得说 是 如果神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恩赐 一些圣灵的恩赐 特别是有一些人 可以有一些预先的知道 预先的看见 先知 预先知道 先见 预先看见 别人所没有看见的 这些人你得到的恩赐 是为了去服侍别人的 但是当你要得到这样的恩赐 去服侍别人的时候 恐怕也需要承担一个 因为你预先知道的那种心理的压力 你知道旧约很多的先知都是流泪 像这些燕利米 爱个燕利米流泪的先知 为什么 他知道 他知道国家正在走向什么样的一条道路 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他知道 所以他很急 他很忧伤 你知道我们如果 我们好像很羡慕说 我如果像他这样也很棒 多厉害 其实领受很多的恩赐 是为着服侍人 而领受恩赐 常常也需要付一些代价 好像耶稣 他预先知道耶路撒冷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别人都还不知道 好像我们在讲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 别人都还搞不清楚状况 大家都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 他已经在担忧将来会发生的事了 求主帮助我们 我祝福你 照着你所渴望的 神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你 但是记得 恩赐是为了服侍别人 而领受恩赐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承担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